不少青年学者都纷纷来拜江勇为师 江勇一生教书 逃离满天下 他教书有教无类 无论是乡里完同志子 还是经师学界太懂 都能因才师教 各得其所 在他所教授的学生中 就有三人中了状元 还有很多的学生 都是清朝大儒 晚学大家 萧江市 简称江 有别于济阳江 萧江市是由萧氏演化而来 萧氏在中国历史上显刻辉煌 三千多年来 新富出过帝王 明成大将 据兰林萧氏二书记载 萧江市乃西汉初 宰相萧河的后裔 萧河之后传至南北朝时 萧延创建了南朝的第三个王朝 梁武朝 萧延称高祖武帝 江湾的萧江市乃是高祖武帝的长子 萧统之后子 到了唐代 这一派中的萧鱼 萧松 萧华 萧富 萧府 萧华 萧真 萧构 萧 жизни 萧组出任宰相 史称唐朝萧氏 疲叶宰相 萧課 这在中国历史是显见的 江湾萧江氏 依世祖萧贞 是晚唐巴叶宰相之一的萧构的第三个儿子 在职期间 赴萧购所辅佐的南唐 在唐朝末年的 中温篡堂战争中失事 萧真未必封闲 隐居安徽设县黄顿 未必祸害 又念先士从北渡江而来 遂亦萧姓已为江士 凡江士踪于萧者 此其彼足也 自萧真亦姓江后 江真即为萧江一世族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 济阳江为正统的江青 而萧江是由他性演化而来 故在中国很多地方 人们分别以真江和假江 来区分济阳江和萧江 江勇就是萧江市的后人 在家乡雾园和辉州 江勇是一位物一神人 人们称他为圣修先生 把他当作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能知过去未来的神人 至今 物源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故事 江湾村后龙山的山间 当地村民都叫他风吹打队间 有一年大旱 村里水队因补水而无法冲迷 江勇建就决定利用风力 做一个风队 解决冲迷问题 他经过测算后 画出图纸 让村里的木匠在后龙山上 做了一个风队 使江湾人在大旱之年也能够有对聪明 汪口 地处断星河与大饭水 凉水汇合处 河面宽 水流回旋湍急 过河十分不便 架木桥 水急易倒 用渡船 又常常传翻人亡 江勇仔细考察 精心计算 建成一座既能平缓水市 又便于通州放牌的石雁 这条雁被当地人称为平渡雁 至今人似巨龙横卧在汪口村前 后来汪口人缅怀江勇 又称其为江勇雁 乾隆二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三日 八十一岁高龄的江勇 并逝于家乡江湾 当朝大学者钱大兴 于庭善 刘大等为他写传 戴震为他写世略状 王旭为他写墓志明 江勇用自己一生的努力 让清朝的经学研究达到了巅峰 而他创立的晚派经学 成就了这巅峰上的一朵奇葩 昨天的肖江前辈们 用自己不屈的意志 和不断求索的精神 在江湾这块热土上 创造了奇迹 为后世子孙和世人 留下了一席 清静自然的世外桃源 而今天的江湾 肖江子孙也以祖先 不向命运低头的特质 和重复敦厚的性格 在祖辈生活过的徒弟上 继续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创造着江世一族的光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